大家好,这次是我们九千说刀节目的第七期吧 因为很多人反映自然光下拍视频的话有一些细节看不清楚 这次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曝光的环境 参考了几个老美录视频的一个标准 换了我们定焦的一个相机 50毫米口径的一个5D3的搭反 录一下 那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三只下盖款的我个人的收藏品 那么这次继续我们介绍两只 首先看一下这只 这只是我们比较重量级的一只 我们把焦距给它拉上来一点 好,差不多啊 这样应该看清楚了 我们缓慢的转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只刀是F111的钛合金版本 目前市面上F11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是量产版本 也就是这种 量产F111 因为F11的基础配置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M390的这个刀刃血槽板加碳纤维的贴变 这种是在F1里面已经是三熊头的量产了 可以看到各方面配置不错 应该说是现在熊头量产里面最贵的一个型号 一般来说要比M390的F95更贵 那么因为它配置的是MIBS轴承 加上它的原始配置各方面已经就是有很多选择了 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有即时版本 也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低端钢材的版本 所以说F111本身产品线非常丰富 熊头至今为止呢 没有给它出那个CD版 也就是Custom Division版本的产品线 但是呢 在今年的1月份TKI的刀斩上面 我拿快步擦一下 TKI的刀斩上面 我们看到啊 就是镜头里这支 非常非常棒啊 非常漂亮的一支F11的全钛合金版本 除了全钛合金以外 你可以看到这支刀的话 是刀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工拉丝和镜面开刃 不知道镜头里面可不可以看到这个镜面 左右开刃的细节 整个拉丝非常匀 非常漂亮啊 这也是熊头在 可以说是在国际刀展上第一次出现M390的拉丝版本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设计的话 这款刀和我们平时就是接触到的F11的话 本质差别并不大啊 我把焦距调一下 本质差距并不大 嗯 这相机老要手动调焦 这一点比较头疼 对本质差距并不大 但是呢 有很多的地方是改进了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嗯 整体的那个就是说 嗯 有几个很大的区别啊 首先就是 嗯 这把刀的话 因为是希尔盖的 就是配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着螺丝 啊 主着螺丝都换成了那个压掌螺丝的这么一个痕迹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哎呀不习惯这个手动调焦啊 今天肯定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好 这应该是最近的一个效果 啊 这个距离差不多 嗯 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普通量产的f11是那个m39啊 那个呃 m rbs的 但是这一款我们可以看到啊 同样在这个地方有个logo 看见没有 这里啊 是低压rbs的轴承 双排柱体滚轴轴 啊 滚轴 那个轴承 然后呢 呃 他的那个backspace 也就是刀尾这一块 啊 由原来的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 啊 有的人可能f12版本上面他可能是 呃 有那个条纹状的啊 这个backspace 改成了这种非常厚 你可以看到整个刀背的话 backspace加厚了很多啊 非常厚的这种 嗯 我看一下 好像这个距离是最最清楚的 啊 菱形网格状的一个backspace 呃 整体的话这把刀要比平时的f11要 重非常多啊 重非常多 嗯 但是手感非常好 他比sbreaker都要重 嗯 因为他是一个内称锁结构 可以看到这里是内称锁结构 所以说虽然他做了减重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啊 内部还是做了减重的 啊 但是整体重量还比较重 因为他是一个纯 尺寸上比较大把四寸刃 加上纯那个 钛合金刀柄 这把刀的金属感非常强啊 可以说除了钛合金和m390以外 这把刀上面没有用到其他材料啊 可能滚 滚出轴成那个 就是DRBS 它是不锈钢的 嗯 另外说一下就是这把刀的话 应该他的他的那个完成日期 我们看一下啊 好像对焦确实很难呢 看一下 完成日期 20 16年的1月份啊 看到 这只刀在在他之前 也就是DRBS系统没开发之前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另一只DRBS的 而不是 另一只 就是鸭掌螺丝的F11啊 但是那一只的话不是 m390的拉斯 也不是DRBS轴承 然后在 就前一两个月熊头又发布了一只啊 在那发布之前 这是全球唯一一只F11的 就是 m390的 F11的 谢尔盖款 谢尔盖款 那么在前两个月又发布了一只 但那只的话 它是实习的m390 实习的m390 没有做这个非常漂亮的拉斯 所以说这只刀到目前为止 还是全球唯一一只 谢尔盖款 拉斯m390的F11啊 非常少 这只刀收到的时候 因为它是在16年的1月份 TKI拍卖的 当时拍卖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6000多美金 但是现在北美市场上 从其他 熊头爱好者的报价来看 那他们的一个 问我收的价格来看 这只刀已经在8500美金以上 非常贵 当然我也没有出 除了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细节啊 居中 包括前面看到的锁定 都非常好 非常出色 然后这只刀的话 谢尔盖本身调试的会比较紧一点 我们把镜头拉紧 拉远一点 谢尔盖本身 这把刀调试的略为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力关刀 这把刀 还差一点 可能说谢尔盖就是没把刀 它调试有自己的想法吧 但是从 整体的一个设计科学上来讲 F11是一把很成功的战术刀 所以它的整体开合表现非常好 可以看到开合非常顺利 基本上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好 那这只刀我们就简单过一下 你只要知道这只刀 目前全球只有这一只 而且它是 谢尔盖款里面 最大 尺寸最大 最重 的一只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平时对F11有兴趣的话 你要说这只非常难收 也许等明年或者是以后 可能雪红头会出另一只 或者是出 CD款的F11 这也没准 但是目前我一只来讲 这只的稀有度是非常高 也是全球除了我友以外 别人没有的一只 好吧 那这只说完了 我们再说后面一只 后面一只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之前听闻过了 我们擦一下吧 好 这只 这只 大部分人第一眼看到 如果你不知道这把刀的名字的话 你大部分人应该知道 这把刀它其实是 让我们调一下曝光度 不要太亮 这样差不多 这只其实是F95的谢尔盖款的 顶配中的顶配版 顶配中的顶配版本 为什么说顶配中顶配呢 首先它这把刀有独立命名 你记住 只要谢尔盖款里面有独立命名的 一定是最值得收 也是最难收的品种 它的配置一定是最高的 举例来说 像那个F7里面的北方之光 独角精 包括这只 这只叫做Siberia 西伯利亚款 西伯利亚的这只的话 严格的说它还是F95 但是它比普通F95高端了很多 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刀柄 钛合金是呈黑色的 这并不是阳极氧化 也不是钛合金本身的颜色 它是DL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钻石镀膜涂层 整个刀柄是做了DLC的钻石硬化 这个DLC不仅是做到刀柄表面 连内部内部减重 我们可以看一下 都是做到了 所以说整个刀柄在日常使用当中 几乎是不会被 简单磨损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些 蓝宝石水晶手表的表面 蓝宝石表盘的那个表面 它基本上也是这种差不多的硬度 所以它的就是说硬度非常高 其次这把刀的大马士隔 尼克尔大马的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天梯纹的大马 非常的漂亮 并且这款大马 基本上在熊头的其他刀里面 就没有见到过 非常棒 开刃也是一个景面开刃 做得非常好 当时买这只刀的时候 它是什么时候的出的呢 它是15年的Blade Show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亚特兰达刀展上 当时最贵的公开拍卖的一只刀 当时的价格公开拍卖的话 应该也要差不多接近7000美金 当然现在价格远不止这个价格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尼克尔大马 DLC的刀柄以外 可以看到它的固定件 固定件在15年的时候还是像这种样子 它是个全封闭的压长螺丝 看到没有 但是像F11 包括16年的很多新刀的话 它都换了这种半封闭的压长螺丝 就是这里会有开口 反面是封闭的 但是像这个的话 就是两边都是封闭式的 这个就是它那个 可以说是换代的换代的一种标志吧 整个的固定件是钛合金大马仕格 呈蓝色 非常漂亮 我们把刀收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蓝色钛合金大马仕格 包括它的backspacer 不知道视频当中亮光打的比较亮 你看得看不看得出 让我再调一下胶 它的backspacer的 这个钛合金大马的密度非常的密 非常的密 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的密 这个钛合金大马 我对比过一些 就是其他品牌的钛合金大马刀柄 雄头这种定制的钛合金大马的密度是非常高 而且它整体是做抛光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棒的反射面 整体是做了一个像类似于镜面的抛光 所以说这把刀的整体配置非常的高 日期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面写着2015年的5月份 2015年5月份 下盖 对吧 就是blade show 一般5月份做完的刀子 6月份参展 目前这只刀也是全球一只 我一一只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 九天你好像收了那么多的谢尔盖卡 为什么你的 F95经典款的谢尔盖非常少 好多我们网上看到了TK的那些刀款 都没见你帅过 不是我 不是我藏的好 确实没有 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这一只 就这只基本上是到顶了 你这只收完以后 其他所有的F95配置下开款的 无论是卖5000美金6000美金的啊 都比他便 都比他的档次要差 奇怪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样好清楚一点 这只刀还有一点不错的 就是他的 他的刀轴非常顺滑啊 同样是调缴 这把刀的刀轴调缴会比较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 简单的一个子中关刀 子中关刀还是非常顺的 看见没有 非常顺 手感非常好 而且他这个刀柄啊 DLC刀柄 整个这个刀柄的纹路 目前没有其他的F95 或者是其他刀款 用这种纹路 纵向的有线条 然后横向的有这种 一条条的这种纹路 这个刀柄我也是非常喜欢 反面也是 目前能够接近这个F95配置的 应该是下盖款的一只全钛合金 的F95 但是他不是DLC图层 不是DLC图层 然后也不是那个 钛合金大马的固件 熊头里面用到钛合金大马固件 一定是相对级别比较高的版本 然后我们把这只对比一下前面那只 对比一下前面那只 你可以看到F11的谢尔盖款和 F11的谢尔盖款和那个 F95的谢尔盖款 就是F5 那个西伯利亚尺寸 尺寸双差就还是蛮大的 看一下 4寸人跟3.3.5寸人的尺寸 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今天主要就介绍这两只 我们看一下各种细节 最后给简单看一下各种细节 处理非常完美 当然了F11相对熊头后期的那个刀来说 它的款式设计 概念还不是特别先进 包括它的主竹螺丝 就整个贴变螺丝 你可以看到在backspader这边中间又加了一颗 它一共在正面有三颗螺丝 有三颗螺丝 背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有四颗 而最先进的F7在正面只能看到一颗螺丝 背面只有两颗 我觉得这就是设计上的一个先进化 更简约 更让刀的整体性保持的好 那当然这款刀的设计还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这只也是 正面两颗螺丝 背面的话 刀加螺丝做了一个隐藏式设计 所以它现在背面也是两颗螺丝 从设计概念上来讲 西伯利亚这一款也就是说 F95的就是现在比较高端的版本的话 设计理念其实还是比F11要好 两款的刀轴都是一样 双排柱体滚轴 迪压RBS抽成都有签名 都是全球鲜良一支的 我个人觉得这两只是 收藏项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两只 也是基本上除了我现在也以外 全球你现在 别的任何一个 就是收藏雄头的收藏家里面 它都是没有的 它都是没有的 非常漂亮 这两只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 对比大马士哥其实我还是更喜欢这种 非常棒的拉斯 因为手工拉斯 特别是像M390 这种材料 它的手工拉斯是非常难的 具有很高的一个难度 今年的谢尔盖款的 刀款的话 它的手工拉斯就改成了 叫什么 就ZDP189的同类型 刚才叫CrowX Y那个材料 那个材料的话 跟ZDP189是一个材料 高碳的